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动对焦 自动对焦简称AF 手动对焦简称MF 通常单反镜头的侧面会有AF和MF的开关 拨到哪一边呢 就是我们想要的哪种模式 因为自动对焦比较快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天眼只使用自动对焦 那就先从自动对焦开始讲起 自动对焦简单来说就是办案快门 相机自动完成的对焦操作 在自动对焦模式下 一般有三种对焦方式 接下来呢 我们以佳能的80D给大家介绍一下 80D内置的对焦方式分别是 单次自动对焦 人工智能自动对焦 人工智能私服自动对焦 这三种 单次自动对焦是相机中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一种对焦方式 小贴是 在尼康相机中叫做连续私服AF 在索尼相机中叫连续AF 这种对焦方式呢 比较适合拍摄运动的物体 相机能对着主体进行连续的对焦 比如我们拍摄孩子 奔跑的过程 一 我们可以设置人工智能私服自动对焦 二 对焦点 选择区域自动对焦点 三 拍摄时呢 办案快门对焦 四 相机伴随着孩子移动 不断移动构图 五 始终让区域自动对焦点呢 可以覆盖到孩子 那么相机就会持续多次的对焦 一直对焦在被摄物体上 保证对焦准确 拍摄的清晰 这时候我们不但能拍到单张运动的相片 还可以打开高速连拍的模式 拍摄一整组的孩子运动轨迹 焦点绝大多数都是准确而清晰的 人工智能自动对焦 在尼康相机中叫自动私服AF 在索尼相机中叫自动AF 可以理解成前两个对焦模式的智能结合体 当我们无法判断当前拍摄的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对焦模式 比如我们拍摄小宝宝 前一秒是静止的 下一秒呢 他就有可能动了 我们很难预判他的行动 此时我们可以设置人工智能自动对焦 相机可以智能地在自动对焦和自动私服对焦之间进行无缝的切换 尽量让对焦准确 从而保证画面的清晰 其实上述这都是科技不断进一步的产物 从手动对焦到革命性的单次自动对焦 到后来因为体育摄影不断提高的拍摄需求 人工智能私服自动对焦应运而生 以及到后来为了提高操作的便利性 人工智能自动对焦 都可谓是人类智慧的产物 当今摄影师的福音 学完了自动对焦的模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传统摄影中手动对焦MF 单反相机可以通过镜头特面的开关调到MF 也就是我们手动对焦模式 微单相机一般需要通过相机的功能菜单 修改成手动对焦模式 通常在镜头上有两个可以转动的环 粗的这个是变焦环 细的这个是对焦环 在手动对焦的时候 半按快门对焦方式就失效了 对焦仅能通过 缓缓转动镜头前面的对焦环进行对焦 当我们从屏幕中观察到 被拍主体慢慢从模糊变到最清晰之后 直接全按快门就可以完成拍摄了 手动对焦要比自动对焦操作难一些 需要我们用肉眼去观察 是否清晰 为了确保对焦准确万无一失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按下机身上的放大镜符号 将画面放大 这时再通过屏幕观察 拍摄的物体是否清晰 小贴士 当然根据相机不同 还有很多辅助手动对焦的方法 例如很多微单相机的峰值对焦等等 既然手动对焦比较难操作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使用手动对焦呢 比如在光线暗的情况下 这时候用自动对焦AF可能就不太好对焦 此时就可以用MF进行对焦 或者是拍光斑等特殊效果时 也可以切换到MF手动对焦 转动对焦环 直到出现比较漂亮的光斑效果 再进行拍摄 每个品牌调节对焦模式的方法 不太一样 接下来呢 我们以佳能的80D 富士的XT3 索尼的A6400 分别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焦模式是如何调节的 佳能的80D呢 对焦模式在P、TV、AV、M 这四个模式下都可以进行调节 通过按下机身顶部的AF按键 然后转动主波盘进行调节 富士的XT3呢 比较特殊 通过调节机身正面右下方的波杆 M是手动对焦 C是自动私服连续对焦 S是单次自动对焦 索尼A6400 是按下机身右侧的FN按键 然后找到对焦模式的选项 进去就可以调节了 今天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天然制作这样一堂摄影的基础课 是针对刚买相机不久 以及想学习摄影的新人准备的 要拍出一张好的照片 首先要具备两个条件 1.曝光准确 2.对焦清晰 所以我们把跟这两个因素有关的12个项目分成两条线来讲解 一个是控制曝光的参数 一个是控制对焦的参数 学会了控制曝光 你就能把明暗拍正确 学会了控制对焦 你就能随心所欲地决定 谁清楚 谁虚化 掌握以上相机基础的知识 才可以把未来艺术创作的地基打牢 在开启摄影之路的伟大创造前 希望各位萌新能够耐心地把上述12集理解透彻 然后进入我们摄影后期入门的B系列 以及得劲这样拍摄影教学的C系列 C系列边走边拍教学 才是验证大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一刻 照猫画虎 不断实践 相信诸位的摄影大师之路已然不远 好的 我是天言 边走边拍 再见 请不吝点赞